你总感到落寞沮丧 你总感到失望 对于人生未来 总有太多迷惘 王俊凯虽然年龄不大 但初到十几年来 一直在同类型艺人里发展得不错 可正所谓人红是非多 王俊凯也总是处在舆论中心 最近的一些密集爆料 主要是关于她的恋情与跨年晚会的假唱 再加上其中一件事涉及到另外一位顶流女星 更是让路人纷纷兴致勃勃地吃起瓜来 虽然这些事情在漂亮的公关操作下 并未登上热搜 可是网友讨论的热度却并未降低 首先是王俊凯在2023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上假唱 遭到大众的嘲讽 要知道王俊凯作为艺人的第一身份是歌手 怎么可能假唱 歌手假唱就如同演员在演戏过程中 因背不下台词将台词说成 1234567 这些都是不敬业的表现 拿着高额的演出费 消耗着粉丝的喜爱与信任 这种行为无疑让人寒心 据悉在今年的江苏卫视跨年晚会上 王俊凯接连演唱了三首歌 万里归徒爱江山更爱美人 还有一首外语歌 We will rock you 看到有人吐槽王俊凯英文发音不标准 这个不稀奇 但说他假唱确实值得斟酌 我觉得江苏卫视不敢开这种超级玩笑 质疑声越来越大时 江苏跨年演唱会导演在1月9日回复了粉丝私信的质疑 称王俊凯是真唱 他表示 唱得太准认为是假唱 我觉得很荒谬 这不是一个歌手的基本素养吗 所以说看到一个人学习好 就说他是作弊得来的成绩 着实荒诞了 除了假唱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外 王俊凯一次为了享受少数民族福利 将自己的民族由汉族改为满族的一张图也在网上盛传 2022年1月份发布的民事裁定书 上诉人王俊凯的民族还是汉族 而2022年10月份发布的民事裁定书里 王俊凯的民族已经变成了满族 这不禁让网友怀疑 王俊凯是不是为了享受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 所以才去改了民族呢 事情传开后 王俊凯的粉丝对此作出解释称 前后发布的判决书里民族不同 是法院在做文字梳理时出了错误 在与王俊凯有关的最新判决书里 王俊凯的民族仍显示为汉族 不过最让网友津津乐道的 却不是上述两个爆料 而是王俊凯的恋爱瓜 一直以来 顶流们的恋爱瓜 都是网友最爱吃的一种瓜 当年陆寒和关小彤关宣恋情 可是直接干翻了好几台服务器 偶像他房 粉丝最关注的还是明星恋情 王俊凯被爆出与经纪人过从深密 多次单独吃饭去演唱会 还有在私人房车内摸脸等亲密照片流出 更夸张的是 还有网友爆出其经纪人与粉丝的一段录音 表示我知道一些事情 我不介意他和蜜姐 而且没有实质性黑料 不仅如此 还有粉丝扒出王俊凯庆生时候的照片 床边疑似站着一位穿着吊带的女性友人 而近日流传的王俊凯和杨幂的恋情瓜 还未有实锤出现 网友就已经按捺不住那颗蠢蠢欲动的八卦之心了 网友推测的王俊凯和杨幂的恋爱瓜 还要从王俊凯的经纪人杨柳说起 王俊凯的经纪人杨柳曾经被拍到和王俊凯亲密互动 再加上王俊凯家曾经脱粉的大粉 跳出来直指王俊凯的女经纪人 就是王俊凯偷偷养在身边的嫂子 甚至在王俊凯曾经的一个生日视频中 在镜子反光下 隐约能看到一个穿吊带的女生躲在床边 后来有知情人士说 那人就是王俊凯的女经纪人杨柳 根据娱乐圈以往明星踏房的经历来看 明星大粉脱粉回彩的爆料 大部分并不是空口造谣 而正是这位和王俊凯的关系扑朔迷离的杨柳 近日被爆出一段录音 网传录音里杨柳说 他跟他之间有些事 其实我是知道的 第一个我不介意他跟那个蜜姐的关系 毕竟没有实质性的黑料啊 录音里虽然没说王俊凯和杨柳具体是什么关系 但是这样的话 一听就不是指的合作关系 或者其他的工作关系 随后网友又提起 王俊凯最开始被爆和杨柳的恋情瓜 是因为有网友扒出王俊凯和杨柳的某游戏账号绑定了亲密关系 虽然很早之前王俊凯就称杨柳是他很喜欢很崇拜的一人前辈 但仔细想想如果一个人当作前辈 那么在游戏账号绑定亲密关系这种事是不是不太尊重前辈呢 其实在之前还有一位自称是王俊凯合作方的一位女士 也说过王俊凯与某知名女星有不寻常的关系 并且这位女士在视频里举着自己的身份证 以表对自己言行的负责 随后这位女士又在自己其他的视频里提到杨逆的名字 疑似在暗示之前自己提到的知名女星就是杨逆 不过这位女士的发言有待考证 毕竟当时王俊凯已经对他报了警 还发布了维权声明 至于王俊凯是不是被冤枉了 我们也不好说 毕竟曾经吴某和李某都是发布了维权声明 后又被官方打脸 如果真如爆料所说 王俊凯16岁时和杨逆曾谈过恋爱 那绝对是爆炸性新闻 毕竟杨逆现在作为85花里最活跃 最有热度的一位 他的知名度和热度甚至比王俊凯还要高 即便当年杨逆在事业上生期选择结婚生子 也并没有影响他在娱乐圈的地位 杨逆和刘凯威离婚之后更是活得更自我 身材保持也一如既往的好 完全不像生过孩子的女人 正因如此 离婚后的杨逆 每次的绯闻男友都是比自己小很多的小鲜肉 毕竟谁不喜欢性感美丽的姐姐呢 但是这次和王俊凯的恋爱瓜仿佛超出了网友的预料 因为杨逆足足比王俊凯大了13周岁 这比王俊凯出道的年头还长 虽然两人都是顶流又是帅哥美女的配置 但两人怎么看怎么不搭 两人站在一起不像情侣反而更像姐弟 再加上王俊凯走的是爱豆路线 内余的爱豆谈恋爱 很多时候是不被粉丝祝福的 毕竟粉丝里的女友粉占了极大一部分 不过有一些网友还是表示 虽然听起来有些许的离谱 但是很久没吃过这种顶流加顶流的大瓜了 针对目前网上盛传的消息 王俊凯工作室和杨逆工作室还未对其进行回复 不管这些事是真是假 我们都希望王俊凯能挺住 培养一个顶流的代价太高 至于王俊凯和杨逆的恋爱瓜真相是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但即便两人曾经真的在一起过也无可厚非 而且这俩人目前都是单身 只要这个过程中没有出轨或插足 为什么不行呢 王俊凯也真是人红是非多 一连三个瓜吃撑了 大家觉得这种恋情瓜的可信度如何呢 这种恋情瓜的可信度如何呢